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海上亮相 说真的 真是让沸沸激动 特别是歼20飞行员佩戴那个价值堪比奔驰宝马的科幻头盔 的确是很耀人的眼睛啊 一个飞行头盔能换来辆宝马奔驰 这玩笑会不会开得大了些 当然怎么会呢 有道是好马配好鞍 作为歼20的头盔 那能简单吗 更何况 只要飞行员戴上这款新型头盔 就等于长了一双透视眼 完全可以看穿飞机 实现对飞行空域的视野权覆盖 如果这点本事就完了 那还是不值宝马车啊 不急啊 这款头盔还可以实现与空空导弹交连 让飞行员拥有发现即瞄准 瞄准即锁定 真正用眼神杀死对方的超级能力 无论是F35 F22还是歼20 五代隐身战机相比于传统战机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自身的隐身和超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特别是态势感知能力 这就为隐身战机在瞬息万变的空战中赢得了绝大的先机 不过飞机即便再先进 提供的战场数据再详尽 最终还是得靠飞行员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但是在靠秒计算的空战中 飞行员如何能在保证基本飞行安全的情况下 快速接受并处理这些信息数据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目前的五代机的头盔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生的 这次咱们歼20的这个头盔整体外形于BAE公司给F35战机开发的打击者头盔显示器类似 面部拥有巨大的遮光镜 根据F35的打击者头盔结构来看 这个巨大遮光镜当中就包括全息显示层 飞机上各种飞行参数和战场态势数据都可以通过小型化的光学系统 以具体图像化形式投射到头盔的透明显示屏上 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轻飞行员的负担 让飞行员集中精力于空战上 除了这个说大的全息显示屏以外 头盔后边很多的凸起部分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据推测 这些凸起处可能包含有LED红外发光源 用来跟飞机座舱后边的摄像机实现联动的 方便飞行员在近距离高机动飞行形态下 引导红外格斗弹对背后的目标进行锁定 让飞行员可以用眼睛盯着前方 就可以对背后或者其他方位的对手实现秒杀 将来各大国之间的战机都隐身后 那时候的空战应该怎么大 中国歼20的这一动作直接给出一个完美答案 微信搜索并关注米粉防雾公众号回复空战一词 了解未来隐身对战究竟怎么大 现如今全息显示的头盔对于隐身战机 战力的提升作用不容小觑 但这玩意儿也是经历了漫长发展而来的 从早期的一堆仪表盘 到后来美国人开发的评显 虽然已经让飞机攻击效率提升了十倍之多 但评显对于现在高信息集成的隐身战机来说 还是不方便 于是美国人继续把战场态势 光点传感器 目标信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设备 加到头盔上 于是曾经简单的飞行头盔 就升级到如今极瞄准 打击操控于一体的全能王 不过功能多了 头盔重量也上去了 然后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的颈椎受不了了 除了颈椎病外 另一个麻烦就是 飞行员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各种图形信息 带来的头昏脑胀了 当初为减轻飞行员操纵 战斗的压力 而采取的高科技无限加成 虽有一定作用 但背后带给飞行员的更大麻烦 却不得不让人反思 难道这个问题真就是无解吗 其实 科幻电影中的那种 可以直接成像在座舱中 全息成像技术 就可以解放飞行员的颈椎和大脑 不过这项技术目前对于人类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的 对于这个问题 G20总师杨伟则表示说 采用AI人工智能技术才是根本之路 为此重飞很早就建立了专门的AI实验室 让G20变得更聪明 只有当AI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在飞机上的大规模应用 才能最大程度的减轻飞行员压力 解放飞行员的大脑 能智能化筛选出几种最佳的方案 让飞行员集中精力做选择题 飞行员到时候要做的就只有 回答是或者否就行 让G20如何变得更聪明 更智慧 还有带杨伟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集中公关尊严 而现在飞飞却给大家找来一个 在游戏中体验360度全景自由操纵战机热血空战的激情感受 今天飞飞给大家带来的这款3D策略手游 采用自演引擎 完美拟针战斗场景 世界各国200多架王牌战机任你挑选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血染肠空的惨烈空战